大家好 今天是5月23日 星期四 我想先說一些其他事情 我想先多謝我老婆 為什麼呢? 今天也是我和她的紀念日子 但是因為這段時間比較忙 所以今天也沒有特別安排和她吃什麼飯 不過她明白了 不過怎樣也好 在這裡也要多謝她 這麼多年都照顧得我不錯 所以借這個機會就多謝我老婆的聲音 說回事 先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不如今天先說美股 因為美股那邊 我前途上 如果大家有沒有買美股也好 Nphilia的業績 都可以說是萬眾期待 因為很多說法都說 她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隻股份 我都很認同 而且今早早 我都一早六點鐘 都真的起床 故意再早點起床 平時我都差不多時間 但是今天就再早點 原因就是 都想看看她的業績 究竟是怎麼回事 因為昨晚 我都幾番掙扎 都掙扎到大概 一點多鐘 然後就去睡覺 但是掙扎些什麼呢 就是究竟加不加住 最後我都沒有加的 我見到NY的留言 其實 我拿著兩個多個理 不過 有件事就是 我今天做節目 都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實我自己本身 有一個計劃 有組合 其實我組合 現在是有港股 有美股 有日股 有日股 港股仍然是佔我的比重最多 我想你當是六成 美股現在大概三成 如下那些就是日股 日股其實真的不多 但是因為純粹是和日元 當作對沖 但是 其實我一直都很看好 AI這個版塊 但是 你可以說 比重上 不特別多 甚至乎 如果你拿著 NVIDIA的量 甚至乎 TXM的量 真的不是很大 正在轉講 其實很少 不是多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就算我幾體好也好 我覺得是要拿一個平衡 因為 上一次的時間 為什麼我會加上 TXM 而不是加上 NVIDIA 因為NVIDIA的股價太錯 某程度上 是要做風險管理 就是 我希望 我拿著 普遍 大家也知道 我真的不炒 我是擺 我來當一個 長線的部署 所以 穩定性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是 所以 加上 TXM 是因為 它也是有AI概念 而且 波幅相對比較小 所以 我考慮先加 如果 NVIDIA 再多跌 我才會加上 但是 那一段 就是TXM NVIDIA 後來 很快就反彈了 所以 那次 其實錯失了少量機 但是 現在出為業績 而 大家都知道 是很好的 數字上 我不特別說 因為 大家可以看很多的文章 都看得到 但是 想說 跟大家再分享些什麼 就是 我剛剛 再比較 就是 我用了Q1的數目 我和 上年的時間 即 2023年的Q2 以及 Q3的業績 做一些比較 因為 如果你看看 Q2的預估 比 Q1 還有一個 還給增長 但是 還給增速 其實是慢了 但是 如果 假設 我用 他 預測Q2的數目 即是 收入狀況 回到 上年 2023年 Q2比的話 大概是增加 一倍 在盈利方面 如果 用回 他現在 這個 就是 叫做 Q1的數目 賺錢 和 上年 Q2比的話 大概有兩、三倍的增長 如果 和 Q3比的話 都還有一倍以上的增長 想說什麼 就是說 其實 現在的 NVIDIA 即未來二、三季度的時間 我當 假設 他的盈利的狀況 和Q1是一樣的 即是 你當 他用浪基 去計算的話 都可以賺 大概六個 其實 第二、三季度的時間 都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增速 因為 你可以說 其實上年的時間 基數不是低的 但因為基數不是低 也好 他的盈利的狀況 還是很厲害 何況 我相信 以他公司 即是 他的CFO也好 黃總也好 他提供到 速貨量的狀況 應該是 之後的時間 但二、三年 二、四年度的 Q3個季 那季 當你 Badwell開始入帳 的時候 應該的增速 會開始很可觀 所以 對於你說 現在NVIDIA 最大的困局 如果他有什麼挑戰 或者困局 反而就是 TSM的產能 是否能夠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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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IDIA的需求 因為現在 你回到今天 所說的話 其實就是 因為 之前的 Hopper 舊航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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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新的 Badwell 基本上 中間是沒有一個 過冷 過冷 河的時間 因為之前 大家 前晚的時間 當上面 全速就是 Amazon 說 那些訂單 現在會先保持 因為 他想著 他會訂新的 Badwell 芯片 即 GE18 200 但現在 之後 Amazon 發現了 但現在 CFO 剛才說 其實 舊也好 新也好 基本上 那個功課 都是供應求 所以 可以反映 它們的需求量 還是很強 而且 因為 現在 芯片的狀況 需求很強 還有 現在是主權AI 主權AI 就是很多 國家級的層面 現在都要訂 一些AI芯片 讓自己的國家使用 所以 需求量 我又覺得 我不會少 它的需求 因為需求一定 只會越來越強 但是 究竟 它的產能 有沒有機會 可以有些比較大的提升 是這個 這個位置 我覺得 是之後的時間 大家要想一想 還有 一個狀況 就是 當現在 AI的發展 是越來越強 的情況之下 其他公司 例如 Ameta Microsoft 其他公司 就是 它不能停 除非 AI 到最後 大家覺得 可以不用 沒有想像 原來 這麼厲害 我可以不用 分別不大 所以 其實 之後 對於這個 的關鍵 第一 AI PC 出現之後 對全球 或者對於 消費者 對於用家 方面 AI的黏性 會不會突然之間 變成不容易 第二 就是 出貨量 究竟 能否保持出貨量很厲害 即是出貨量很厲害 就是看這兩樣 但是 現在 就雜時樂觀 因為 AI PC 還未快 到下個月才正式發展出來 可能 可以觀察大概 一兩季 一兩季度的時間 所以 今年年內的時間 我想 NVIDIA的股價 不會特別差 而且 現在又拆小了 我講一下 我的一些 部署 今晚 如果它的股價 真的 不是升 很誇張 即是 我當一千元內 我想我會加注 我想我會加注 因為最主要是 如果 按這個情況之下 它的增速 還是這麼快 它盈利的狀況 我當它解釋 當它一千元 EPS 每一季的時間 我當它6元 那是24元 那24元 那24元的話 你想想一千元的股價 它預測P 大概40倍左右 那 如果以它這麼高 增速來計算的話 我覺得 還可以 所以 大家自己想想 而且最重要的是 記住 它因為波幅很大 所以大家買的話 我建議大家 不要太過分身 當然 在大家的風格 我也是 傾向於保守型 所以我會加注 但是 加就未必會加 再加很多 那 因為我已經有 TSM 有NVIA 有NVIA 有ETM 我覺得 在AI 計算 以我的計算 比率 也不算小 所以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狀況 如果大家有誤會的話 就恭喜大家 其實這支股份 或者是 過這一段時間 對於我自己來說 也有少許壓力 特別是 NVIA 的業績 因為 其實 你說 NVIA 也好 TSM也好 不是現在這一刻 跟大家說 基本上 上年的時間 已經叫大家 可以買下這些股份 擺下 中途也要跌過 變成 這次的業績 真的有少許壓力 不過 出道的結果 也算是OK 希望大家 有課也好 沒有課也好 有課當然大家 開心 大家可以繼續 放下資料 甚至乎 你當資賺的 我説不行 自己決定 但是 希望 幫到大家一手 另外 就說 廣告 因為廣告這邊 現在有一大堆業績 正在來 網易出的業績 微博出的業績 網易的業績 我和大家 輕輕說一下 因為 我未有 詳細版 如果有詳細版 我和大家 可以再 逐一部分 去拆解 剛剛出了 我看看 是否第一次 我會先 它的盈利 看看 它 如果看大數 應該比預期中 好 但 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 就是 網易的股價走勢 為什麼會這麼差呢 有原因 我剛才找到一些 資料 因為 在下午之前 做節目 做LOW的節目 所以 我也是 逼自己做功課 幾忙都好 都一定要做功課 找了網易的資料 和大家 可以當作分享一下 現在 網易 在這段時間 大概 美股那邊 其實業績 暫時在對版 不過 究竟 話說 其實網易 它有很多遊戲 例如 它有幾個遊戲 你可以說 是 三金 三金蛋的雞 例如 這個 是 夢幻西遊 這遊戲 你可以說 是幫公司賺很多錢 但是 它因為提到一些法律 它之前的時間 很多時候 大家玩遊戲 有很多道具 有些遊戲 如果受歡迎 而且有很多人玩的時間 就會衍生你一件事 就是 道具可以賣 即是賣真錢 如果你想賣的道具 可能是 某些玩家 可能把道具賣給你 可能是給真錢 這樣計算 你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夢幻西遊 就是說 很多人願意 課金 就可能 你玩 更厲害的裝備 甚至 你去裝備 副本 那類的東西 但是 它之前 不是太多 就是課金 即是 你玩一些副本 可以打賣裝備 或者 材料 然後 你可能再去 一些 材料 之後 你就可以 弄一件衣服 可以弄一件衣服 如果厲害的話 可以 錄賣給別人 這樣 現在 那是 類似 就是 這些裝備 或者這些材料 你只可以向他買 即是 你要跟網易買 然後 變成你的節目 打 令到很多 玩家 就狂而又說 為什麼搞錯 我自己打不可以 你 你不知道 他永遠說 這個原因 是想吃多一層 還是有幾多原因 但是 另外 這件事 令到很多人 又不課金 似乎不玩 所以 你說 進去沒有一些遊戲 應該就是 因為 流水量跌得很厲害 所以 因為一些新遊戲 可能受歡迎程度 又低了很多 所以 那些行業 看他這麼差 就這樣 那他跌了這麼多 大摩刀 又取摩笛 有些看淡他 看看這份業績 有沒有機會 令股價 有些反彈 但是 情況似乎 都不太樂觀 真的差一點 所以 阿力 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這段影片 有的話 你自己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阿力是 我們一個長期 即是財經台 一個長期的支持者 都很感謝他 很多時候 都分享很多 意見 很多看法 和大家聊天 其實是OK的 但網易 真的要小心一點 他的業績表現 雖然看上去不差 但是 至於隱憂也不少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那麼 最後 就說一下 市場 市場 年跌第三天 今天跌多了三百多點 叫做 穿了萬九點的大關 十天線的位置 形勢上 真的轉弱了 不過 始終市場 之前升了大概 三千多點 上來 現在 以這三百多點時間 加起來 的時候 大概百百多點 又不算很多 不過 都 開始要小心 因為大家 如果有留意 我過了這段時間 其實對於市場的看法 我不是說真的 這麼 買的 因為 美股那邊我買的 但港國這邊 始終我認為 你那個升幅上 是 挺大的 還有實質上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利用消息 今天 除了網易跌之外 還有一隻 阿里巴巴 說他發 CB 打算 不用美金 那價錢就下來了 但是 無論如何 在高位的時間 很多公司 開始上海 抽稅的話 對市場的氣氛 是有些影響的 不過 再看看這一輪 有沒有好消息 還有 這個美團 美團 就六月六日才出業績 即是鬼績 變成再打後 才出業績 變成這個星期 或者今天的時間 晚一點 應該有小米 小米也剛剛出了業績 有些興趣 想看看小米的業績 究竟在那邊 規算的狀況 現在看看 你的業績經營人力量跌了2.7 浪跌的數目 就升大約 同比 抱歉 同比 如果經營利潤的話 同比 第一季的時間 跌3.7 浪跌的話 就升一倍 但是 汽車那邊 我就要看看 他本身的 汽車那邊 究竟 怎樣的狀況 我看到 現在開台的時間 包括 智能電動汽車創新業務的費用 是23億 但是 好像 沒什麼 看他那邊 不 我真的要花點時間 去 去看一看 這裡 等一下 我盡量看一看 看看 車那邊 車那邊 情況 是怎樣 車那邊 先看看 車那邊 抱歉 現在 我要詳細摸一摸 先回答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這樣 今天 暫時就這樣 明天的時間 我待會 立下網易 留下 小米的業績 然後 明天 再和大家 再談一談 好嗎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不過 突然想起 又是問理想 理想的話 還是不要考慮 車股 暫時 我不建議大家 考慮 因為車股的狀況 不理想 理想的業績 也很差 所以 不要考慮 明天 小米和這個網易 我再看完之後 和大家再談一談 好嗎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